我们做人一定要从古代学到现代 从别人身上学会怎么样来生活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有个奇国 有一个人叫淳于坤的人 他的口才非常好 他在皇宫里 他经常用一些生动有趣的比喻来劝别人 他不讲把事情讲死的 所以别人听了他的规劝 非但不会生气 反而会虚心接受意见 所以当时齐国的国君是齐威王 这个齐威王得胜之后 他很聪明 他得胜之后继承王位 每天沉迷于酒色当中 将国家大事 全部交给下面的大臣去管理 自己不闻不问 所以朝中所有的各种各样的不好的事情就多起来的 而且国力也日渐衰弱 此时很多国家就趁机要进攻齐国 这个时候已经入侵齐国 占领了他边上很多的土地 这个时候齐国 齐国上下都十分的担心国家的命运 但是没有人敢去劝齐国的国王 就是这个纯宇坤 他在皇宫里遇到了齐威王 他就对他说 皇上您进来可安好啊 嗯很好 大王 我有一个谜语想给你猜一猜 有一只熊鹰 住在我们齐国的皇宫里 已经有三年了 这只熊鹰啊 既不展翅翱翔 也从来不叫 甚至大家甚至说他不是一只熊鹰 您说这是一只什么鹰 为什么呢 这个齐威王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 他知道这是纯宇坤在讽刺自己 作为义国之君 成天花天酒地 毫无作为 只知享受 所以齐威王听了他的劝 决心要让齐国富强起来 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所以他就对着他说 你不了解这只熊鹰啊 他不飞则已 一飞就会冲到天上 他不明则已 一明就会惊动众生 你等着瞧吧 从此齐威王不再沉迷于酒色 开始治理国家 再上用人鼓励那些认真的官员 处罚那些腐败无能的人 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 别的人知道齐威王又在加强军队的管理 把很多占有的土地都归还了他 所以中国有一句成语叫 一鸣惊人就出自一曲 来比喻一个人 如果你有不平凡的才能 你不善加应用 你往往就会被别人所唾弃 如果你这个人有本领 好好地用自己的本性 来学博修心 你就是叫有悟性 所以找回本性 擦亮心灵 让我们今天开始就懂得慈悲别人 当你慈悲别人的时候 你会获得别人的谅解 你会化去很多的灾祸 这就是妙法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